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好福气 嫁了个好老公 丈夫李乐明是80年代名牌大学的经济学硕士 毕业之后在一家国企做机械工程师 后来进入高校任教并获得了副教授的职称 一路顺风顺水 然而就在不久前 王云却给我们打来求助电话 说丈夫李乐明突然辞去了学院的工作 失踪了 而且更让人震惊的是 经过一番寻找 竟然有传言说她出现在岳阳市郊的一个寺庙里 难道丈夫要出家当和尚吗 这些都是你老公的东西是吧 是的 这是什么好作 这是她的那个证件 她这些东西都没带走的 没带走 这个是她的学历 武汉大学经济学硕士 这是教师资格证书 以前是个教授 这里是旅游管理副教授 然后这是她写的主编的一些书 书啊什么的 那挺有成就的了 这是主编的 那个时候我们在广州还是很好 这是他们学校 这就是她学校的样子 对 这院刊嘛 一进门 王云把丈夫的证件及其出版书籍一股脑摊在桌上 希望能从中找到什么线索 可是任凭她想破脑袋 也理不出一丝头绪 李乐明家庭事业都如意 怎么会突然辞职闹失踪呢 她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呢 心情不好吧 在广州的时候工作状况怎么样 工作状况很好 你也很精神 做事情啊什么的 红红火火的 很好 对女儿也很好 一下子不见了女儿 有什么线索或者是什么苗头 她为什么会发生这些状况 你能 我找一下看 钱呢 钱没有 她身上有带钱走吗 她身上应该有一点点吧 会有很多钱 就是 护个本 什么都在这里 王云翻箱倒柜找了一圈毫无所获 李乐明临走之前 没有带走任何贵重物品 出门在外 连换洗衣服都不拿 随身携带的只有身份证和一点零钱 走得如此匆忙 她到底去了哪里 这一系列的疑点背后 又有什么隐情呢 喂 喂 明明在你那里吧 她不在 你看看她在不在呢 她现在又没在家里 好了 我等一下我就过去了好吧 电话那头 婆婆声称并不知情 王云觉得 夫妻俩这几年 一直在广州工作生活 如果李乐明回了湖南 她必然也就只有这一个去处 王云怀疑是母子俩联合起来 在欺骗自己 那个左边 就是这个山上这个桃吗 这是这一批庙吗 这么高的桃 这可以啊 把人建成 然而 王云马不停蹄带我们要去的地方 并非岳阳老家 而是一个寺庙 李乐明堂堂一个大学教授 怎么会在庙里呢 现在是上哪儿上 去她妈妈那里 她妈妈在 那个庙里面住 她 你说她有可能是上她妈妈那里 基本上 可以确定的 她可能是去她妈妈那里 她妈妈为什么在庙里 她妈妈出家在 对 她妈妈出家了 出家好多年了 原来 原来自从老伴去世后 王云的婆婆一直住在市郊的寺庙里 后来剔度修行索性出了家 可是此刻 李乐明真的去了母亲所在的寺庙吗 如果只是单纯地看望母亲 她为什么要辞职呢 难道她还有什么别的打算 你来吧 阿姨 你好 好 上去看哪呢 好 你好 好 这个 没来呀 啊 没来 没来 这是哪里出来 不晓得 隔壁在这里吧 没来呀 见到我们到来 婆婆愣愣地站在一旁不知所措 她懦懦地解释 自己并不知情儿子的近况 儿子也并没有来庙岭看望她 汪云显然不相信婆婆的说辞 她一边张望一边往外走 汪云不管婆婆劝阻 一路直奔后院 那里是婆婆的住处 她坚信丈夫一定躲在里面 她拍打着门不停地大喊 他开了开了就在家 有锁吗 有锁吗 我的钥匙在地上见 李乐明 开门呢 他在不在呀 你怎么确定 有声音 他有声音了 肯定在里面 开门呢 我的坑条没开的 坑条是开门 那不开我 怎么开到坑条就出出来 那他什么时候来的 我又不知道了 没看到了 不管王云如何敲门 门里始终没有任何回应 婆婆见到头上运转的空调 终于确信儿子来了庙里 可是李乐明为什么要回避妻子 他辞去工作躲在庙里 又到底想要做什么呢 不开门呢 这母的不照顾我的儿子 我的儿子烦到母的烦了 这母的不照顾的 快点啦 李乐明 不滚忙我的家里 我的家里找你 我的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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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滚忙我的家里 不滚忙我的家里 不滚呢 不滚呢 不滚忙我的家里 不滚忙我的家里 我也有说了他什么 他好好的 李乐明啊 干什么了 搞得你妈骂我 不开门啦 真是有味吧 快点 等一下你妈 这 不开门啦 你给你遇妇 你带我来罢了 不开门啦 你开门啦 这不滚忙我的家里 我来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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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见儿子闷声不响 把自己关了起来 老母亲急得直跳脚 他有三个儿子 李乐明排行醉木 老娘腾满载 自然有些互端 他认为 肯定是媳妇对儿子不好 才导致现在的局面 说话也变得十分严厉 动情之处 还流下泪来 你看你媳妇有欺负你 我不晓得了 我又在这里了 你不知道 我又在妙里了 我冒费你过来 你儿子有说什么吗 他先跟你来的说 你以前冒费公里 只会是 那不和他 那要死了好些 我就伤他心 他说这个话 我就伤他心 我就伤他心 工作怎么样了 上班的好啊 也好 上班的很好 条件好吗 老生的好 在那家都上班的 邻近这边的 当那个大学个校长 老母亲告诉我们 儿子最近确实有些奇怪 那么好的工作 说不干就不干了 而且还一生不想 从广州跑回了湖南 堂堂一个教授住在庙里 还几次绝望说想死 李乐明在广州 到底遭遇了什么 难道他真的跟王云之间 发生了什么矛盾吗 李老师 你在里面不了 李老师 你现在 你干嘛在里面不出来了 为什么让他走嘞 什么意思 你们没吵架 你干嘛说这种话 你看门呢 你看门呢 啊 一个在门内不声不响 一个在屋外不屈不挠 终于李乐明推开一线窗户 没想到 他却决绝地提出了离婚的要求 王云被婆婆责骂 还不觉得什么 这个时候才有些委屈起来 此刻 他仿佛一个局外人 对于离婚原因 同样感到莫名其妙 哎呀 干什么了 好好的一下子就不见了 一下子你 你干什么了 不过 不过 不过总有原因吗 好好的 是不是像你妈说的 他 你跟他吵架了 了 没吵架 不喜欢他 你又不是 你又不是结婚才没多久 你这过日子都过15年了 什么事都不干 你做事我干 你干的什么了 说清楚了 话要说了 找我找我找 哎呀 干什么 你对我干什么 你不要进来 你跑进来干什么 就回去啦 不要进来 你搞起这个好难他呢 不要进来 从李乐明的口气中 我们感觉到 他似乎厌烦了这段婚姻 夫妻俩结婚15年 他又比王云年长16岁 所以在各个方面 诸多包容忍让 时间一长 自然有些倦怠 可是 就因为这个 李乐明就要离婚吗 这跟他辞职住在庙里 又有什么关联呢 李乐明今年51岁 20年前 他硕士毕业在一家国企 做机械工程师 然而没过几年 他却突然辞去工作 毅然下海 从此四海为家 20年之后 他成了高校教授 身兼学院的副院长 教学 管理 著书历说三不耽误 也算是小有成就 五十而知天命 到了这个年纪 该努力的 努力过了 该成就的 也拥有了 安心过日子 不是很好吗 然而 他却再次逆转 安居寺庙 隐姓埋名 不知情的人 以为他疯了 就连最亲近的妻子 王云也是不知所以 他为何在鼎盛之时 屡屡却步 难道他放弃所有 皈依佛门 传奇一生 他到底遭遇了什么呢 我那个时候是想考一个文明品 然后就到 因为大语学院 那个学校还是有这一方面的 我们就去听课 就听他讲过 听过他讲课 也算有师胜之缘 算一下 当时你二十岁 二十岁没有 但是你俩年纪隔得还挺远的 是隔得远 但是那个时候 他不显得老气 我就给他就是一句话 你看我多大了 我这个人就不爱这个人到底 1998年 李乐明36岁 辞去工程师工作没多久 他便以管理经济学硕士 副教授的身份 应聘到江西某学院人教 受银行邀请去进行知识讲座 在那儿他认识了年仅二十岁的王云 后来王云经常去他的课堂听讲 两人由此发展出了一段 美丽的师生恋情 如果说李老师 其实条件不错 长得也不错 又是个老师 又是个教授 又什么的 为什么家里那么反对 一个年纪问题 第二个他离的我们教育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他是离过婚的 其实我妈 我妈他得跟我妈妈 所以我当时都没说 都没说 没得跟我妈讲 两人年龄相差16岁 又隔着江西湖南的距离 再加上李乐明先前曾经离异 王云的父母自然对这个女婿有诸多不满 可是王云却依然辞去银行工作 跟着丈夫辗转各大院校 过起了居无定所的生活 李乐明就职于民办高校 工作其实并不稳定 湖南江西福建广东 他们跑了个遍 这么多年 夫妻俩也没有置办自己的房子 说到这儿 王云突然想起什么 他马上冲进房间 四处找些什么 王云脱口而出的话让我们感到亚裔 李乐明得了什么病 他又带走了什么东西 难道他的反常和这个东西有关 我把东西放了他本来不知道 他都知道我床的床底下 床的堆子里面 没有了 此刻 那天狭小的房子里气氛变得有些紧张 他就在这边过生活了 这是庙 让别人会误会的 修行的 你有什么事情要休息呢 你有宅有女 有老婆的 就是不好过的 哪不好过的 我听说您还是在广州 有一份不错的工作 跟他过不好 干什么 啊 干什么 看一眼了 不要你看看什么 有什么好干的 什么不好干呗 你没事拿这些东西干什么 又没有什么很大的病是吧 一下就知道好的 只是鸡肝高一点 鸡肝高什么病我不知道 是吧 病理上不写得紧紧紧紧紧了 他上面指标都是鸡肝高一点 你写的什么呢 我看着 这就是真不好的 真不好的病 李乐明离家出走的时候 截然一身 唯独带走了一打厚厚的病历 而病历上的诊断结果 更是直指人心 他竟然患上了尿毒症 难道这才是他辞职避逝的根源吗 这是我丢的那些病历 全部给他 他住了几次院嘛 住了好几次院 他一直都不知道 一直都不知道是那个 走了走了 我们回去了 不要警告了 我们不要再过了 你这句话说的蛮有意思的 天天说这个话 说了几十遍了 不喜欢出家对方不喜欢 有什么意思呢 带你过的有什么味呢 怎么味呢 蛮有味的 两年前李乐明在广州一家医院被查出患有尿毒症 王云深知丈夫一贯骄傲事人 不忍告诉他实情 故而联合医生护士 接其家人一直隐瞒至今 很可怜 很可怜的 病得 从困难的医院出问 医生来就 到过去去 再出问 医生说 医生说 不证了 就是这个药 回家吃一点好的就行了 这个药费都是我做的 他们到哪里有的 我这个孩子是有工作的 病了就没钱了 又得了这个病 这个是不太好的病 我急死了 哪个不心当自己的儿子呢 是不是 我就 我就自己一分钱都不用的 人家吃好的 我差的都没吃 患病后不久 夫妻俩多年的积蓄被花费一空 为了节约开支 一家三口回到了岳阳 李乐明病重 没法工作 王云要照顾孩子丈夫也力不从心 吃穿用度自然全落在了老母亲的肩上 如今老人给他们租了房子 每个月一千四百块钱的退休工资 也一分不少全给了儿子治病 钱花光了 力气也用完了 儿子被病痛折磨的日子 却没有到头 一想到这儿 李乐明的母亲 不由的老泪纵横 走啦 回去了 这又没有很那个的 是吧 看着我干嘛呢 回去干嘛 回去呢 宝贝在家里等着呗 李乐明得知自己患上尿毒症 他第一时间来到庙里躲了起来 过了几天浑浑噩噩的日子 他痛定死痛做出了离婚的决定 更让我们感到奇怪的是 他们竟然压根就没有结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什么叫没有人结婚 我们以前没人结婚症 就在一起生活 这么说几年啊 怎么 这个病格也做不到 真好我们年龄到少去 原来 当初王云父母极力阻拦这门婚事 为了牵制女儿 他们扣押了户口本 以示反对 故人小两口 一直没能办理合法手续 可是王云也是个胆大的姑娘 她一咬牙就弄了个假结婚症 等到目以成舟 王家人不得已妥协 接受了这个事实 这么多年过去了 两人顺其自然 也没想去把这个错误改正过来 现在一儿一女都出生了 他们竟然还不是夫妻 好吧你走吧走吧不要不要去 走了走走走 哎呀 走啊 走啊 你要走你就走了 你家宅怎么办啊 豆子怎么办啊 那你带着来好好过门 我还能过多久呢 怎么不能过多久呢 这个病又不是不能治 天天在死 天天在死人 平常那么骄傲的一个人 如今被病痛折磨的不成样子 身形销售 视力下降 腿脚发软 走两步就喘不过气 那些事业成就 那些往日荣光 仿佛留在了昨天 只剩下一堆病例 把现实 击得粉碎 那一年李乐明36岁 虽然离异 但是风度翩翩 吸引了众多爱慕的眼光 同年王云20岁 在银行工作 青涩稚气 时时带着笑脸 谈起恋爱来义无反顾 无论是年纪 距离还是社会阅历 他们相距甚远 可就是这样天差地别的两个人 却排除重难走到了一起 两个人没有正式领证 靠爱情维系了15年 之后生育了一儿一女 儿子14岁 女儿才刚刚满5岁 如果不出意外 他们一家人会过得很幸福 可是一场大病摧毁了一切 得知病情 李乐明15年之中第一次发火 竟然是为了要和王云分手 显然事态已经完全失控了 李乐明心意已决 他要求妻女放弃自己 尽快地离开 如此情形 王云又会如何选择呢 你在这儿工作多久了 现在两三个月 两三个月 主要是做些什么内容呢 煮饭啊 接孩子啊 还有带小孩 教小孩写作业啊 然后社区那边有零工打 他就打电话给我 我就去做点闪的 然后马上要放假了 我就准备去商场再去拜班 那的话一个月还是有一点收入了 15年来 王云一直跟随李乐明在高校就职 工作清闲也没压力 可是自从回到岳阳后 丈夫病重没法工作 他只能一边照顾丈夫孩子 一边打零工补贴家用 持穿用度与先前相比 自是不可同日而语 你以前就是 有过这样类似的经历吗 就是以前的生活 哎呀 以前我都不做饭的 那你会做吗以前 是现在学的还是 他病了以后 就以前会 就会煮个饭的 把米放到锅里 然后电饭包自己煮了 然后我就买点菜啊 然后买菜回来我也不洗菜 特别像先是冬天 嗯 我根本就没干过活 都是我老婆做的 煮饭呢 什么做他搞 洗衣衣服都是洗衣机洗的 像现在他病了以后 就学了一点吧 王云说 李乐明真的是一个好老公 赚钱养家自然不在话下 而且还忙里忙外 帮忙做家务 在他生病以前 王云甚至不会做饭 直到这两年 才开始学了起来 喂 啊 不好 这东西不好吗 然而 就在这时 医院突然打来电话 李乐明病情加重 王云手忙脚乱赶往医院 现在什么情况 医院那边的电话吗 啊 好 现在过去吗 现在 现在就过去 来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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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路上了 我们知道了 帮忙去到了 帮忙去到了 帮忙去了 吧 来 那边 买 我 王云甚至记不清 这已经是第几次了 每每接到医院的病危通知 她都像死过一次 越急越乱 越乱就越能感觉内心的恐惧 她只能借由和病友家属说话 才能缓解内心的痛苦 等到病情稳定 王云摸摸脸上僵硬的表情 若无其事走进透析室 她故作镇定地陪在丈夫身边 王云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 偶尔聊聊天气 拉一拉手 好像先前的焦虑心慌 都是噩梦一场 李乐明见状也不戳穿 夫妻俩心照不宣笑一笑 只有这样 他们才能冷静自若地 坚持下去 从医院出来 王云带着我们再次来到庙里 她一步一阶梯 步伐坚定 神情凝重 她这是要干什么呢 难道她已经做出了最后决定吗 说你下定决心 要跟你老公 就是真的去把这个节目打 在这个特殊的时候 是的 有这个的话 她可能有信心 能够活下去 我希望她能活着 不管她将来成什么样 就是她在床上我都愿意 我都愿意照顾她 因为她活着 我孩子只有爸爸 我就爱了 其实你现在如果说 像她所做的 全球而退 也不是不可能 我觉得生活 总是要给你一点磨难的 像我以前 我觉得都是她承担的 所有都是她 现在换我来 我觉得我也能扛不起 我老公说 只要是能用钱解决的 问题都不是问题 我觉得我的感情在 别的都不是很大的问题 王云的决定 让我们心中移动 此时此刻 她在福前 庄严许下誓言 生老病死 本是人之常态 可是因为有爱 就有牵挂 有情 就能让爱永恒 我想了很久 我觉得我这个病呢 最大的在医院也看到 在医院证明我说 这种病呢 每天走着很多 我说说不定哪一天 就会离开 那么现在脱了你们呢 我觉得你们趁着 早一点带着孩子 到边上去过 我说了你太多了 我觉得这样是更好的 你看看怎么想 真的有 这怎么能这样想的 那我们这么多年 都这么过来了 是吧 但现在我们没有 这个能力了 没有这个能力去 再去真正地去打拼 能够养着这个家 已经没办法了 李乐明一口咬定要分手 王云的语气 也变得有些疲惫 照顾丈夫孩子 本来就很辛苦 还要打工赚钱 病情好不容易稳定下来 李乐明又就是重提 坚持不易 放弃更难 他在胶着的情绪中 备受煎熬 你老是一天到晚 跟我纠结这些 你说我们以后怎么搞呢 你老是这么生气 想一树是一树 想着不过就不过了 想要跑就跑掉了 那我每天还要去上班 还要去接孩子送孩子 然后我回来 还要到处找你 你说我好烦了 真的是好讨嫌的 每天都让别人跑 然后别人 不知道的还约我干什么了 对你 是吧 你说你 你这样跑来跑去 你说那我怎么办呢 然后本来家里 就这么多事情 什么事情都要 都要那个不 都要商量一下吧 以前我们 以前我们 有什么事都是商量 你现在想不懂你就跑 你跑到哪去啊你 原来又没有朋友 跑到你妈那去 然后你妈一顿暗说 就拿回去把我说了 我想起我就好烦呢 如果你要这么搞的话 那就算了 我们不要过了 过个密啊 反正反正我们这个结婚证也是假的 我们我就不要过了 百般劝说无效之下 王云开始变得躁动不安 他一边收拾着东西 一边翻出了两人的假结婚证 顺势就要撕下去 你走就要走 你撕他干嘛呀 你没事干了真是 反正又不用那个了 你要这个什么 你就走嘛 你撕他干什么呢 反正又没什么用 你要他干什么呢 你没事干了 把他撕掉了 再什么用呢 再什么用呢 这你还贴他干什么呢 你都不想过了 你还要这个啊 这又不是个真的 又是个假的 那又是有啊 你把它撕掉干什么嘛 撕 这假的 来不用了这么多次都能用 还挺好的呢 起码这次可以做个肥义吧 肥义 你胡说 他一天到晚跟我讲 哎不过了不过了 你不过了你要这个干嘛呢 肥义 可以当盖子 嗯 紧急时刻 李乐明终于瞒不住自己的心思 他一把抢过撕坏的假结婚证 然后拿起胶水好好粘起来 王云站在一边 看着丈夫自相矛盾的样子 顿时感到啼笑皆非 妈妈把户口本寄过来了 我们 我们 重新去办一个 结婚证 大家婚少了 还办一个结婚证 分手你还要粘这个干什么呢 是吧 既然都已经烂掉了 你就搞个新的不 嗯 非议 嗯 我们的一切从头开始了 是吧 不是说你生了病 就没有以后 我们还有孩子 还有两个孩子 你这个女儿 想了那么多年才想来的 你不管她的吗 她们有爸爸很可怜的呢 这是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你就说不要就不要了吗 病她之前 谁不希望有家人作陪 李乐明虽然一再提出分手 可是又如何舍得真心放手 百般无奈 她希望让妻子自由选择 王云拉过丈夫的手 态度十分明了 这么多年了 我们都没有真正结过婚 我都这么大了 我跟你十几年了 我们都没有 都没有 没有婚礼 没有那个 在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没有人祝福我们 是吧 像现在的话 我觉得 在这种困难的时候 我们更加应该 努力 所以说这个结婚证 我们只要是从头再来 老公我们结婚吧 我李乐明请你王云做我的妻子 我王云嫁给你李乐明做我的丈夫 今天我们将共同肩负起 法律富裕的婚姻责任和义务 孝敬父母 教育子女 父亲父爱 争取守法 今后 无论贫穷与富有 健康与疾病 我们将犯难与共 风雨同舟 热爱对方 珍惜爱情 李乐明和王云在一起15年 没有一张真正的结婚证书 没有盛大而感人的婚礼 工作动荡 四海为家 没有自己的车子 房子 现在他们甚至没有相符到老的未来 换作你我不妨 闷心自问一下 你还敢不敢继续坚守 这样一份无望的情感 你还能不能无怨无悔的携手 共度困难 可是王云却敢 他不傻 也不是不自私 而是在过去的15年当中 李乐明足够的包容 足够的体贴 他的付出已经足够匹配 这一份纯粹的爱情 所以王云有信心 敢承诺 而我们也希望 有更多的人 能够去帮助他们 让我们的真心 去共同守护 这一点点人性的温存 欢迎回到 由陈克明面条冠名播出的寻情记 那今天的寻情故事就给您讲到这儿了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您拨打 《夫人恶交》 《寻情热线》 0731-848-02-110 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 继续关注 由陈克明面条冠名播出的寻情记 谢谢你爸爸 从海更想回想过 是你任我至上的日久 在心中做到 谢谢你爸爸 从海更想放过 是你任我至今都想 在心中做到